Hello,大家好,我是香香,又跟大家见面了,好开心啊 今天晚上要加班,回不去了 所以叫同事帮我带饭,同事现在下去买去了 趁着这个中间的空余时间,我跑到英公寺来给大家录一个视频 大家知道英公寺是干什么用的吗 就是平时公司开会的时候,放音乐呀,播PPT呀,就是在这里弄的 就是会室旁边隔出来的一个小间 这个英公寺平时不开会是没有同事会过来的,比较安静 在这里录视频的话,既不用说担心被同事碰到会有那种尴尬的感觉 也不用担心说录到一半会被打对嘛 今天我们老板说了,过年放15天假,听到好开心啊 你们放多少天啊,15天假时间还是挺长的 对吧,但是好消息的同时,也办事着一个坏消息啊 那就是放假这15天既没有工资,也没有绩效 绩效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没有奖金 当然没有绩效这个东西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没有业绩拿来的绩效 但是没有工资就有点难受了呀 过年本来就是花钱的时候没有工资确实是挺难受的 但是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我们江西这样的小城市 其实是有很多的市民企业它都过年不会发工资的 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感觉小企业还是比较难做的 特别的难,特别是今年,业绩也比较难做 所以说我们老板也不容易呀,很多像这样的小型企业都扛不住了 但是我们还在就不错了 我们老板给了我们这么好的工作平台 又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工作环境 我们应该心存感恩才是的 还是希望公司以后越来越好,业绩越做越好 这样我们才能生死加薪啊,是不是啊 刚刚看了一下时间,同事买饭也快回来了 然后这里录视频光线也越来越差了 我就先过去吃饭嘛 吃完饭等会还得继续加班呢 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啦 拜拜